早晨准备出发 手机不能带 相机不能带 只能带这包 我见 我们 大伙见 等我好消息 今天早上去 排队 然后打指摩 然后看了千镇光 有一个白人 早晨好像那种 不说这么多了 反正到最后 我拿到了小环子 拿到了小环子 美国劍 我们现在到外面来了 当然 到现在其实还是有点紧张的 然后现在我们既然到了广州 我们就要去广州这个 大江的总代理店里玩一玩了 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去地铁站 然后只要做一站 就到体育场那边了 他们店的那边 我们待会见 广州好热 比福州热多了 我们现在到地铁站了 来坐三号线去灵河西 我们要从珠江新城这站 做一站 两站就到灵河西了 早晨的地铁暴击啊 早晨地铁暴击 有没有发现 非常急 我们到灵河西的体育场 再走两步就到大江的总店了 刚看到这边很多冰棒球赛 广州市百姓民间冰棒球 这边广东人们还是很热爱运动的 我们待会见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广州的大江总店了 好像里面没人 骑共享当车过来了 有没有 一定要拍下拍下 这就是我们著名的 陈静雯 陈老师 哈哈 我们的廖总来了 廖总来了 哈哈哈 来来握手一下 哎呀我们第三次 对对对 没有没有 我们第三次见了对不对 哇我还看到了麦克风 铁三角的这种 这边其实不会弹 好大一个 好大一个 然后还有这种 然后还有这种 现在进去还是很贵的 没出 扁平的 下次可以试试看 因为你重新连接它就会提醒你要激活的 因为这机器我们刚刚说的都是那个 对对对对 哎呀 订了五个月的 到了 是啊 订了五个月啊 哇哥 哎呀 跟陈老师一起骑共享当车 我们就浪了 哇它超有趣的 我们现在去吃饭喽 你还不是搞个小的啊 这么拍这个已经很小了 我们到酒店了 在二十八层 哎呦我 哇哦 还挺大间的哈 好好休息一下 很累什么 诶 插卡的地方没有吗 好吧 先不够了 二十八层上面楼层比较高哈 还有窗户 这个外面的风景还是不错的 今天上午和陈老师一起吃了个饭 然后去体育中心的料总店里面走了一趟 然后呢跟陈老师分开以后又搭地铁 去这个广州的这个伊德路 中港玩具城和国际玩具城去走了一趟哈 以前在广州的时候会经常去这些地方 淘一些这种工厂的尾当一些东西 可是现在好像跟以前的不一样了 我刚去的中港玩具城 感觉里面像变成小商品批发市场 所以说在海铺 海铺广场又骑的共享当车逛了一下 呃 早实在太累了 所以说先到酒店休息一下 看一下他们晚上有没有别的活动 现在这个一个晚上了哈 然后刚刚自己骑的共享当车去广州旁边 附近酒店附近逛了一圈 呃降温然后广州这边 然后应该明天会有点阴雨 然后现在我在酒店里面反正闲的也是闲的对不对 因为明天下午才回家 所以说现在在美拍的我的频道啊 关注我美拍摄影师程中间哈 就是偶尔有空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做一些直播 那今天做这个直播呢就是 我是怎么拍视频日记的 怎么拍Vlog的 现在正在直播 虽然说这个人数不是很多哈 大家也不是很踊跃 踊跃 因为我想不经常直播嘛 所以说以后定期或者不定期 可以在美拍上面做些直播 哇你看大家还是会给我点赞的 赶快点起来 虽然就这么几个人哈 广州晚安